下午后我是闽和 欢迎收看9月11号的五件新闻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里约残奥会的消息 大马建儿昨天在里约残奥会为大马带来惊喜 不但勇夺残奥会史上首面金牌 而且还在一天内连夺两面 大马短跑好手莫哈莫李祖安 以及牵球手莫哈莫吉亚 纷纷以破纪录的姿态摘金 首先李祖安在男子T36级别100公尺 以12.07秒刷新残奥会纪录 为大马夺得历史上第一面金牌 之后莫哈莫吉亚也在F20级别牵球赛 以16.84公尺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 拿下第二金 首相纳吉在推特贴文赞扬两位选手 并写道这是大马历史性的一刻 青年级体育部长凯里 也在第一时间透过推特祝贺两位选手 凯里说大马选手创造了历史 是人民的英雄 并且预告大马的第三位选手 也就是担任这一次残奥会的棋手 阿都拉迪夫也将会在今天晚上9点半的T20级别跳远项目中登场 为大马力争第三面的残奥金牌 另外根据凯里早前宣布在残奥会夺的金牌的大马选手一样可以获得100万令吉 同时也可以获得每个月5000令吉的退休金 来看下一则 沙巴州再传出鲁人事件 三名渔民星期六晚上大约10点20分在仙本那邦邦岛度假村附近� 遭到颅走根据新报报道三名渔民怀疑遭到7名持枪的菲律宾武装分子颅走 并且已经被带往菲律宾南部的塔威塔威省 沙巴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的总指挥官万阿都巴里也已经证实这起事件 并且表示当局是在今天凌晨卸货投报 沙巴州警方之后将召开记者会公布细节 另外渔船船主也已经证实遭掳走的三个人 分别是船长跟他的两名船员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